不過大家特別注意的是說 今天有增加了兩位的 這個兒童重症的部分 一個是5歲 一個是9個月 現在看到這個5歲的男童 他是因為本身有一個 先天性的肌肉系統的疾病 那麼在5月17號 腿痛還有昏厥 後來急診之後發現 他有腦炎跟腦水腫 所以也是上呼吸道的感染 另外9個月大的男嬰 他是在5月5號的時候發燒 5月17號開始喘了 而且他的症狀 今天在指揮中心的記者會當中 特別提到說 他有點類似在狗肺的聲音 目前是一度插管 在持續的治療當中 但是我們看到 蔡英文的整個的團隊 防疫團隊是不是在改變 是不是在調整他的隊形 因為其中有一位看到 前幾天 蔡英文召集了長庚醫院大學的 小兒科的醫師 來召集專家會議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人 大家特別的注意到 他就是誰 就是林奏妍 他是前衛福部長 也是小兒科的權威 為什麼他會找 蔡英文會找他來作證 兒童重症防疫的部分 待會兒我們會持續來討論 不過我們看到 這個整個的隊形 就是防疫的隊形 是不是已經開始 有在一些轉變了 我們要請這個春節來告訴我們 是不是發現說 蔡英文現在發現說 整個的疫情的情況 已經有一點就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他不得不 開始要改變他的隊形 講這個之前 我也是一直有個疑問 比如說像今天59個裡面 16個是打了三針的 打了三劑預防 照樣這個死亡 還有打兩劑一劑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劑 沒有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回答 如果打三劑 剛剛算一下比例是27% 這麼高的打了預防針 打這麼高的劑量 還是免不了死亡 這個也是沒有回答 另外一個其實像今天 8萬多例的確診 他沒有公布說 這個確診的8萬多例裡面 到底預防針打的情況怎麼樣 一劑 兩劑 三劑沒有打 把累加了100多萬的弄一弄 這個數字上事實上都應該給我們一些 更清楚的答案 就是說這場仗 當然是大家很辛苦 可是有點像在盲目作戰一樣 比如說這下忽然間 小孩子的重症增加了 也有人死亡了 那就開始緊張了 以前說這個基本上好像 到底是以前 因為我們防腹得比較好 所以小孩子碰到的機會比較低 因為這樣過去重症 或者死亡的比較少 那這次你放開來 等於是我講白天 就是棄手了 讓大家什麼 盡量去感染就對了 然後趕快把這個高峰期度過 這種情況之下 你幾乎等於是 每一個小孩都會碰到 是這樣子嗎 每一個老人 你看剛剛那個死亡數字裡面 老人是偏多了 這些都是相對老 弱 都是最脆弱的 面對如果你整個防疫策略 做了這麼重大改變 過去是清零 追擊 我們把它保護得很好 然後一邊趕快追加疫苗 那現在疫苗打那麼多 好像也不見得有用 小孩子能不能打 又是很尷尬 重要是你現在整個是 完全近乎棄手 早晚大家要趕快 河美香要說 找到萬丟 大家都會丟 那小孩子怎麼辦 所以你現在找了林湊炎 這個所謂的兒童重症專家來 那到底是現在才想到嗎 可是你這個政策 大改變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原來那個政策 原來那個清零 就是要保護這些脆弱的 那你如果完全 等於是不設防狀態 有想過嗎 這是我要問的 你們不是都講超級不俗 超級不俗 好嗎 那現在這個小孩子 真的是大家的寶貝 也是國家最珍貴的 你現在講不客氣的話 老人像我們這種年紀大的 早晚要走也活得比較夠了 你新生的寶貝 而且又是每個家庭裡面 大家最珍惜的 你忽然間這麼樣一個升高起來 國外還有最近聽說都跟一種 好像跟肝炎有關的病都來 那請問有準備好嗎 今天找了林湊炎來 是告訴我們說狀況危急 事先沒有考慮到 希望還來得及 我剛剛為什麼總而講說 這場戰爭真的是 大家每天焦頭爛額 然後焦慮兮兮 然後不知道到底前途如何 更重要的是過去花這麼多錢 那這些家庭又吹這麼大 到底有用沒用 我們每天出去到外面 都擔心會被感染 可是之後又想說早晚會確診 然後確診之後到底會怎麼樣 都不知道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政府還在吹著說 他防疫多棒 我從頭到尾就沒有這種感覺 我從頭到尾就覺得一塌糊塗 其實現在大家非常關注就是說 現在前線第一線的 醫護比的情況到底是如何 因為現在的護病比的比重 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要靠的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來救這些中症 重症 甚至我們有一些輕症需要拿藥的 都是需要這些醫護人員的協助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視訊的是 護士公會理事長陳玉鳳 理事長你好 各位觀眾 還有大家好 陳玉鳳 理事長因為現在我們看到說 因為指揮中心 這是聯合報在昨天的一個獨家報導 說指揮中心發含到了地方的衛生局 調整的專責病房的人力配置 那麼其中的護病比是有1.5 那醫學中心改為是1.9 區域醫院是改成1比12 地區醫院是1比15 來看到這個人力的配置 如果是這樣子要改變的話 是不是護理人員 在第一線的人員 其實負擔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 我不曉得說 理事長你所接觸到的 第一線的護理師 護理人員 他們現在的心聲是如何 目前的情況又是怎麼樣 這個新聞讓我們護理人員 非常的一個擔心跟擔憂 告訴大家 這是今天早上8點的時候 39分護理人員藏給我們的 他們都知道這個訊息 昨天晚上這獨家被爆出來之後 非常的擔憂 所以今天早上傳了一個信息給我 他說 理事長我真的非常感謝你 一直為我們發聲 我今年二十幾歲 在醫學中心當專責護理人員 因為政府的規定 醫學中心要開30%的床位 給確診病人 專責病房一個一個開 開始大量徵收護理人員 現在卻需要開群組投這種投票 就是要他們大於1比5 以上才能夠拿到 這個經驗 如果想照顧5床以下 可能就沒有經驗 你看醫院用這種方法來變相 壓迫我們護理人員去同意 好 再來就是他講是不是 養人不足 所以進醫院的確診病人 就是不是老就是小 也不管我們的病人有幾個臥床 幾個失智 幾個失控 開始拿負病體壓到我們 說真的當台灣護理人員很可憐 拿不到原本說的應有的津貼 每天聽政府說辛苦了加油 就跟您說的一樣 他們只會講幹話 從人陸續確診 甚至帶著後遺症回專責上班 還是別人家的小孩死不完 辛苦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經驗重視 真的覺得自己在台灣當護理人員 一點未來都沒有 我在這邊要講的是 這個事情在今天的中午 我今天有看 因為我們的會員有把這個 因為那時候我在上直播 然後後來會員有傳給我們 指揮中心那邊有證實 確實有這樣 然後講法都是一種話術 騙我們的這個一般的民眾 不懂的民眾 因為一般的民眾根本不知道 現在實際的護理是怎麼樣 他們都說的很好聽 因為1比5太僵化了 所以我們要放寬給戶主 讓他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調配使用 調配使用就是人力不足 才要做這樣的調配使用 那你根本現在 根本就沒有後面的一個配套措施 對於護理人力 我們講三年了 他沒有做出改善 而且陳時中這個上藥王 在後面接著回答 他說因為這一次的Omicro都是輕盛 所以護理人員 政府只有照顧1比5的情況底下 會去壓榨到其他的這個護理人員的 一個照顧的人數 會影響到其他症症的一個病人的一個照顧 所以我們要公平 我們要照顧那些的這個 一般的急症症病人 可是他真的跟你說 他真的做惡劣 雙氧獨起 為什麼我這樣講 你剛才有聽到我們的專家的這個病房的 這個護理人員講 這裡面現在呢 因為輕症的都已經去居家隔離了 都是去檢疫中心那邊去了 所以你會進到我們的這個 專家的病房裡面去的 都是老的或小的 他們都是有失智有肉腸的情形 都比過去還要多 所以護理人員要照顧的這個 承受的壓力都更大 我們的護理人員講 他只要照顧之前的1比5進去一趟 整個校長 只有做治療 做5到6小時 其他的治療都還沒有做 現在呢 就要變鄭重了 那個一直在家 能力不足就要一直在家 這個意思 我們的那個張藥王部長 還講說這是輕症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要改變方式 然後要讓照顧員繼續協助 然後新的也沒有 計劃也沒有 完全都沒有 然後這段時間只要做 都是我們會員員堂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